好 修林箱公所在境内是设置了38处的检测站 为了要了解执行的情况 立委孔文吉也前往了检测站 来为检测人员来加油打气 修林箱公所从6月1号在修林箱境内设置38处的检测站 为了就是做好防疫的工作 直到进出的车辆和机车都要进行实验制和量体温 共同来守护每一家园 为了了解执行的情况 立委孔文吉也前往富士村吉美村检测站 来为他们加油打气 非常辛苦 大太阳晒着 而且大家都守护部落的安全 我特别送了一些口罩跟矿泉水 给他们慰绕跟打气 那我还听到一个防疫工作站说 哎呀 终于有水喝了 所以他们的物资是非常极度的缺乏 所以呢 这个刚好来给他们加油打气 像这样那个部落呢 能够守护自己的乡土 这个然后成立这样一个防疫检测站 我这样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敬佩 那因为我们在立法院呢 为了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这样一个特别预算呢 我们提出了很多案子 有很多案子都有通过 是针对防疫跟纾困的部分 这个有通过这些一些案子 但是有一些像我们原住民的防疫工作站呢 延民会呢 它本身就是从这一次的特别预算是没有这个经费的 但是我特别就跟延民会协调联络 那延民会是说请乡公所从它的基本设施维持费 这个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来这个来支援这些防疫工作站 但是昨天去看了之后呢 还是很明显的不足啦 因为特别我们秀林乡有30多个站 那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因为每一个工作站大概有四个人 三个到四个人 这个每天都要喝水的 还有轮班制 那30多个站的话呢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延民会跟乡公所这边 来继续协助他们 这个支应他们的需求 因为28号我们这个议题就结束了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 延民会应该要多加一点这个关心 更经费来支持我们延民工作防疫站 一位广计表示 秀林乡是全国设置检测站 投入最多人次的云乡部落 尤其秀林乡公署和检测人员 可以说是站站基金共同守护家园 他也会在立法院争取地方需求 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记得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